好那再來我們就要看那2024了 其實在這個時候呢 侯友宜跟柯文哲都應該對這種 國際關注的議題要發生 因為這是什麼 這是我說真的啦 道次長去買菜的婆婆媽媽會在意的 做生意的人會在意的一個議題 因為這攸關著我們的下一代 不只是我們還有我們的下一代 以及你下一代的下一代 所以呢這些議題我們先來看 但是現在呢我們看到 台灣的政治人物 我自己是覺得啦 發生的這個力道真的沒有到很強啦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議題 所以在韓國為什麼他們現在的在野黨 批得很兇 但是現在呢我來看一下 我們最近這個 郭台銘不是一直想要約侯友宜 約柯文哲去喝咖啡嗎 喝了沒當然還沒喝啊 有人今天就問侯友宜說 那喝咖啡會不會被邊緣化 侯友宜今天告訴大家 全民是期待在野大團結啦 我也尊重每個人的意見 那問到這柯文哲的時候呢 有人問說要約好時間嗎 那柯文哲是說不急啦 要討論什麼都還不知道呢 那民眾黨本來就只有巴西立委最爛 那郭台銘有錢就是任性 倒是國民黨走錯一步 整個黨就掛了 他說每兩年會出現180度的中擺效應 他說自身其中都感到畏懼了 其實你可以看到他如果郭台銘現在 他急急的要去找別人喝咖啡的話 表示他自己的體認 自己現在一直在被邊緣化 郭台銘從那時候將近兩成 然後就16 12 現在就一直 他如果再去連署後的那個 其實下來他也知道 因為沒有人要跟他合 因為你要當政就是沒有人要跟你合 你把這個擺在這裡 你要勾 勾科配不可能嘛 根本大家你連 你連柯文哲的民調一般都不到 你憑什麼叫人家做你護手 所以他自己也很清楚 那才提出說三隻小豬 大家來談啊或怎麼樣 那這個當然他認為可以壯大他的身世 可是以現在的情況來講是越來越難 因為本來挺他的人 很多人開始是認為有可能勾科配 可是看到柯文哲的態度這麼解決 他就覺得說大概沒什麼機會了 那當然我們現在看 因為整個方向是朝非力聯盟要怎麼樣去整合 那這整合當然因為最近可以談的機會 就是因為何友宜跟柯文哲兩個民調互有上下 以為是你排第二 以為是我排第二 可是跟賴清德還是有一段距離 大概十幾趴 十趴以上 那這個變成你不合的話 變成就是反正都會漏血 是一個這樣的極變 所以變成他們不管是侯友宜後者是柯文哲 他們的支持者或多數的非力的選民 大家覺得說如果這樣的話 那當然一定要朝核的方向 所以變成是一個很大的動力 那這動力絕對不是因為有人呼應說 我們三隻小豬要喝咖啡 其實不是這樣 了解 對 那柯文哲為什麼態度會比較軟弱 是因為前面的一個多禮拜 他的民調一直是第三 等於說美麗條電子包坐下來 各家民調坐他也是 那現在偶爾又回到第二 對 可是畢竟都不是很穩定 那如果說侯友宜他下來還有一波 譬如說他準備要請假出國 那下來他會有伸手可以斬得比較開 因為他現在畢竟還有新北市長的公職在身 所以兩頭燒的話對他不利 那接下來藍金很多人看 郭台銘已經不行了 慢慢很多人就放棄了郭台銘 因為跟你混沒搞頭嘛 你百分之百漏險 你有錢任性 你錢又不肯拿出來 你騙誰啊 那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說下來就是越來越明朗 那整個非力聯盟 就是國民黨跟台灣民眾黨 那他的聯盟可能不只收 隨陣隨附的總統候選人 而是可能要包括立委的席次 大家怎麼分配 沒錯 講到立委的席次 就要講到在雲林的佈局了 我們接下來先帶大家來看 侯友宜的三顧張榮偉 亮哥你怎麼看呢 之前說兩次見面都沒遇到 剛好外出了 827喔 重點來了 雲林造勢這一天禮貌拜訪 三顧雲林終於是見到了 之前有人就在提醒 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因為侯友宜張榮偉 兩個人見面如果處理不當 不但沒辦法變破冰之旅 甚至會有負面影響 那也的確 2024這一個選戰呢 也是立委選舉的一個關鍵重點 有人在說啦 張榮偉呢 他現在是不是也在看誰能夠提供更多的立委選舉資源呢 我張榮偉他們不缺資源 我倒認為啊 地方派系只要有人在選區域立委 不會跑太遠 因為張家駿也在選立委 不分區我就比較不敢講 事實上 你說周典論 周典論他女兒就是在爭取不分區嘛 所以這個我是覺得 就是國民黨現在還沒有確定名單啦 可是張家駿選區域立委是確定啦 所以張榮偉我不認為 最終真的就跟國民黨真的硬鬧開啦 不至於啦 因為張立善也不好做人啦對不對 所以我對於您這個地方沒有那麼悲觀 我認為比較抓不回來的是花蓮 對花蓮 花蓮那個就是花蓮王夫婦對不對 那個侯永宇恐怕要死很多力啦 不過我認為喔 現在三方在這個壓力下 因為侯永宇九月十四號才出國嘛 我認為還是會見面 可是總要有 不能只是哈啦哈啦啦 要談比較實在的問題啦 那我認為這個政府 人事還不能夠敲定之前 至少有兩個議題應該要談 第一個就是我們競選過程中 有哪些事不能做 比如說我們是不是下令 讓我們所有的競選的團隊 不要互相攻擊 我覺得這個可以做啦 你不要結怨嘛 對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是不是先來談一談 共同的政策交集 不然你為何而戰嘛 對 你當然是有別於民進黨嘛 那至少兩岸嘛 能源政策嘛 要成立特徵組嘛 這個至少應該有共識吧 那特徵組成立主要是要辦什麼大案嘛 你可以列一列啊 比如說光電案啊等等啦 我的意思是說你要讓選民就是不同 不同那個比如說民眾黨的啦 國民黨的啦 郭粉啦 至少會覺得你們有一些曙光啦 這就是再往何的方向走啦 那目前還談不到人選的政府 可是人家要感覺到你們是在往何的方向走 我覺得這個蠻重要的 對 那請教敬平哥 你怎麼看呢 在這個雲林的這一局啊 張榮衛本身在雲林中部本來就是他的影響力 那第一次第二次見不到容易被人家穿小鞋 或者是在裡面穿這個見縫插針 我覺得這本來就是在政治選舉裡面常見到的事 那侯友宜這麼做也是對的 不管是三顧茅庐 三顧雲林 因為畢竟張家 雖然張榮衛已經不在這個位置上了 現在是這個張立善然後張家駿 那你看張家駿的老公 又是在我們這個桃園市政府當這個觀光局局長 所以其實在國民黨內 他們還是有他們的人脈和關係 更謊論在雲林 因此呢張榮衛這一個 我覺得這步棋啊 侯友宜還是得早點下 而且要下落子要落得比較快 快 速 快速 然後準 我不敢說很 至少你要在這方面 你讓你的這個組織盤 要讓他這個等於是完成了一個佈局 你看連金輔聰都去拜訪過張榮衛了 那張榮衛也跟這個金輔聰 也跟國民黨朱立倫他們都講得很直白 說侯友宜除了侯友宜要來啊 不是只有見我而已啊 我也不是只有一個人啊 你要把什麼雲林縣的相關的這個 他熟的議員啊 雲林縣的國民黨的議員都叫出來 而且要跟他們見面才行 所以我覺得這只是第一步啊 那所以今天見到了這個張榮衛 侯友宜算是跨出了這個雲林的第一步 因為李選站剩下這個 四個多月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這三四個月當中 組織站已經到最後會變成巷站 城鎮站 就是選舉最後打到白熱化之間 這個9月10月就是一段盤整期 你的組織就要各自抓齊了 所以他透過見了張榮衛之後呢 你才能夠讓去張榮衛系統的那些人 還有包括農會 張榮衛的勢力甚至影響到全國農會 跟王金平老王一樣 然後王金平啊 還有包括蕭翰俊啊 還有這個你看這個台北農產運銷公司 他在改選這個董監事的時候 你就看得到張榮衛他們家的整個勢力 和整個台灣省農會 過去的這樣的一個痕跡 那連這樣的一個狀況 他們都能夠在裡面有影響力 更何況在選舉的時候在地方的這個組織 尤其是昨天賴清德不是跑到了這個雲林 去拔樁被這個媒體 尤其是綠媒就說你看 之前力挺張立善的那個一個 農會的他的一個顧問一個姓李的 雲林的一個地方大佬 那時候張立善選縣長 包括縣長連任 都是張立善的競選總部的顧問幫他站台 現在呢跑到了這個昨天賴清德 在成立後援會的時候 他幫這個賴清德站台去挺賴 然後綠媒去賭訪他他也就說他一定要挺什麼台灣的這個 對台灣本土啊有這個有認知的 有比較有在地性能夠主體性的人 就印象給大家感覺說 哎呀張立善張家的莊 國民黨的莊被拔去挺賴清德 所以當這一局出現這樣的一個狀況 你為了預防裂痕擴大 張榮衛你勢必不得不再去多跑幾趟 然後還要包括找張榮衛的人 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侯友宜過去他的出身背景 他的一個這個在國民黨內的關係 就是大家講的 不是那種黨裡面正統這樣的一個出身的 不是正統出身 他就沒有在跟國民黨裡面 很多的地方派系 跟國民黨的這些地方縣市議會的議長啊 議員啊 還有像張榮衛這些所謂當過縣長的這些大佬 都有很多的這個交集 那當然你就容易給 剛剛你們都提到了這個郭台銘 他有一些這個空間進去 對 然後他就會跑去找謝典林啊 周典論啊 還有張榮衛啊這些人 就是當然他們本身也是過去有私交的 所以在這個空間當中 你為了避免那個裂痕擴大 或者是被人家這樣子的空間 尤其是最近發生了那麼多事情 包括那個 有人就掛了好像郭台銘 跟國民黨的這些立委候選人 這個所有的一個看板 就讓大家解讀 喂是不是整個鬼話會被捧鬼 所以這個也是這個侯友宜這邊 和侯友宜陣營 他們必須在9月要訪美之前 必須先做好這兩三個禮拜的 整個組織最後的一個盤針 因為你看到賴清德這兩天的動作 都是在開始打組織戰 那更何況國民黨這個時候 國民黨最擅長的就是 民眾黨他沒有具備的組織 那更不要講郭董 郭台銘也沒有 那這一塊的話 國民黨如果連組織都守不住的話 那這樣子就會變成侯友宜 拉很大的警報 沒錯 而且馬上就會再有 新的民調出爐囉 所以大家也在看 其實現在呢 藍白怎麼整合 有說非綠怎麼整合 會是一個一大重點 還有賴清德的民調一直這麼準 很多年輕人受訪的時候也說 真的不曉得為什麼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準備好愛が受到炸髪 下一種日子 選動范ー 出發作詞